亲爱的马拉多纳先生 中国足球要怎么才能冲击世界杯 中文字幕志愿者 现场球迷的情绪是非常激动的 而现在此时此刻 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感情 那份感情是五味杂陈的 hello大家好 这里是戈阿笨 上一期我们聊了国足十大报销的名场面 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国足那些报销瞬间 杀你 杀你 2022年的世界杯中国队又没有参加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耍大牌 不愿意参加世界杯 而我们旁边的韩国和日本队都参加的 世界杯 虽然都止步8强 但是已经进了16强 证明他们的实力也是非常的强 这时候就有记者问 中国足球为什么没有进世界杯 问了马拉多拉 问了姚明 他们虽然没说什么 但是似乎又说了些什么 亲爱的马拉多拉先生 作为一代球王 我知道解说完王涛之前问过你 中国足球要怎么才能冲击世界杯 我知道问过了 但那条视频被盗播太多了 所以现在请再次给足球主席 陈旭安和李铁教练支支招吧 为什么中国足球能够让一代球王马拉多拉和姚明啊都无语都说不出话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欣赏 中国足球那些球场上的爆笑名场面 我们来看第一球啊 直接防住了队友 但是球砸到了边才的脸上 这个边才嘴里面肯定是妈妈咧咧啊 什么臭脚法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球啊 差点闪着腰啊 球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我们再来看下一球啊 直接把球啊 对着队友脸上啊 队友直接被球击倒了啊 这两个人的配合真是太默契了啊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啊 好像有队友受伤了啊 这个队友啊 直接拿起水壶啊 朝他当步啊 喷着水啊 这个小子可能有点忌妒啊 一小子躺在地上真舒服啊 要治一治理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啊 好像这个队员受伤了啊 被人一推啊 突然自己坐起来了啊 看样子是假摔啊 装病啊 你看又躺下去了 没想到这个演技啊 也是一流啊 看到没 好好的一点吊识没有 这个演技也是一流啊 我们再来看这球啊 手名员啊踢球了啊 哎呀 竟然被人家断球了啊 被人家前锋断球了 人家直接踢进门了啊 没有那个技术啊 就不要这样踢球 是吧 被人家断了之后 直接进球送分给人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一个战术角球啊 直接越位啊 我们再来看一遍啊 是什么原因越位的啊 直接踢了之后 你看又回船 直接越位啊 没有那个技术 还要踢这种技术角球 没想到造成自己的犯规 再来看下一球 同样啊 这球也是一个角球啊 大脚开到后点 哎 后点没人 哎 你的娘子还真是个天才 这个角球开的真的是 一点水平没有 那么除了这些啊 中国足球的个人技术 以及踢球技术啊 也是一大弱点 那么我们知道 踢球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足球技术 在国外啊 那些踢球好的啊 都是一些高手 那么在国足身上啊 那些踢球啊 真的让人伤不起啊 我们来看一下那些搞笑的踢球瞬间 有网友说啊 是5米不嫌少 10米不嫌多 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球啊 直接停到了场外 哎 这个停球技术 真是不敢恭维啊 哈哈哈哈 再来看下面一个啊 传球 再传 哎呀 这个好像是传球啊 不是停球 传到了场外 你看 明明一个很少 一点足球意识都没有啊 还踢球 再来看这个啊 头顶 哎呀 又是直接到了场外 你看 大家看下一个 停球 哎 这个停球最起码在5米开外了 哇 看这个停球 再看这个停球 哇 你快 直接啊 是听到了别人的脚下 大家看这个停球 哎呀 没停住啊 直接把球送给了别人 看 我们再来看这个停球 哎呦 你看 玩儿了 那我们看到 中国足球的球员啊 个人技术 个人技术和停球技术啊 非常的差 非常的烂 那么这个射门技术 应该会好一点吧 没想到也是一塌糊涂 国足射门 好球 我们来看这一较的30米外的射门啊 直接打了飞机 开了高射炮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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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看这球 又是一个高射炮 再来看下面一球 你看 哎呀 这个可能连老太太都能踢进啊 没想到我们的球员啊 直接没踢进 看到没连滚带爬 自己进去了 球没进去 真是太丑了 再来看下面一球 哎呀 单刀啊 面对空门 我们的球员都没进啊 两个人面对空门 我们的球员都没有把球踢进 可见他的脚法有多臭 这个脚法有多臭 可能你们在比赛中看不出来啊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挑战的一个项目 就知道国足的脚法有多臭 这是一个游戏啊 把球踢进这个大圆环里面 啊 就OK 我们中国球员直接是踢到了边上面啊 这么大一个框框 我相信普通人都能把球踢进去 那我们的职业球员 中国球员都没有把踢进去 很简单 没想到我们的球员啊 职业球员啊 这个都踢不进 真是丢了脸啊 大家对于中国球员的脚法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留言 下期啊 我们分享更搞笑的国足报销瞬间 再见